最近学霸可是有些倒霉 积攒了好久准备上大学的钱 被父亲全部一扫而空 如今靠着小力的启动资金 经营的灰色产业才能再次运转 可教导主任又偏偏要搜查每个人的书包 说有学生举报在厕所发现了烟头 让老师看到这么一大笔钱 岂不是自己苦心经验的灰色产业 要公布于众了吗 于是一直是个闷葫芦的他 却大胆地站起来 公然反对教导出老师的做法 认为这是侵犯人权 老师听到这里 岂能容忍他撒意 还没有哪个同学敢公然反驳他 于是先搜起了他的书包 令学霸不知道的是 他的书包里还装着笑发陷害他的违禁品 眼看老师就要触碰到了 那个书包里的违禁品了 突然消防警报响了 所有人被集中到操场 就这样这场危机被化解了 而触碰警报的正是小力 看到监控老师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小力拿出了看家本领 这一股把教导出主任也整不会了 直接把他交给了班主任处理此事 而班主任早已看穿一切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小力收起了眼泪 说道因为我觉得窒息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这让老师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这也是小力的真实内心 在他的家里 无论什么事情都由父母做主 小到穿衣打扮 大到未来规划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叛逆的他觉得被管制得喘不过气来 而小力在老师眼里 毕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对他的这次行为 也是从轻发落 只是告知了家长 学霸也是一直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小力 看到他全身而退 终于输了一口气 并买了他最爱吃的汉堡 这时小力想起了学霸包里的钱 跟他讲能给他找到个安全的地方 于是带着他来到班主任办公室 说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并且我们是社团成员 可以随意进出这里 学霸的钱终于找到了藏身之处 校霸藏在他包里的违禁物品 也终于被发现了 就在小力拿着违禁品调侃学霸时 突然收起了笑脸 静止走开了 原来他的妈妈正在豪车里等着他 准备将他拉响警报的事情心事问罪 看到小力妈妈 学霸也瞬间怂了 刚想溜走 就被小力妈妈叫住了 并让他一起上了车 等他上车后 全然不顾小力的感受 直接询问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听到这的学霸傻眼了连忙否认 妈妈还没完 接着问到以后打算发生关系吗 小力再也听不下去了 可他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任凭妈妈数落 而自己却只能再次抠破手指来抒发不满 妈妈看到不以为然 指责他不该拉响学校警报的同时 递给他一个创可贴 有这样强势的妈妈 也难怪小力变得这么叛逆 这次事件后 小力不再坐以待毙 她在没有事先告知母亲的情况下 来到了她的经纪公司 知道落选的练习生 连房租都交不起时 就打算把她拉下水 虽然上次那些肌肉男没有上钩 但这次这个练习生却同意了 这让小力兴奋不已 因为这样以来不但可以赚到额外的钱 更重要的是 她有了可以威胁母亲的筹码了 一旦被媒体知道 母亲公司的练习生做出这样的勾当 那么公司的声誉就会不保 可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导致他们之后的一系列悲剧 可以说都是从这个练习生的服务开始的 另外 之前小美那次私自去接客 走进电梯的背影也被女警察有所怀疑 而这次女警察在他们高中附近巡视时 小美和她的校爸男朋友 刚好在校外晃悠 也是被女警察认出了这个背影 于是去学校找到了小美 看到小美看到自己紧张的神情 警察就感觉到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于是悉心的劝说小美 让她说出那天发生的事情 以及背后的大佬 小美听后极紧张又矛盾 这段时间以来 那个变态客户给她带来的恐慌 一直挥之不去 但是又怕自己做出的事情说出去被人唾弃 警察看出她的心思后 跟她讲不会把今天她所说的事情跟任何人讲起 这只是一次心理辅导而已 这让小美放下了戒备 她会把事情说出去吗